据说轮子底下还有点玄妙啊 哦 轮子底下还有 找一找 看看啊 我是找也找不到 听到小道消息说 轮子底下有点什么 文字什么的 有字吗 我这上面看着 这就是花纹啊 那就严格别找了 因为那个 做这个模型的时候 我那个设计还没最后定的 那个加的字是我后来加的 所以做模型的老师不知道 哦 所以加了个什么样的字 我们在后轮上 然后呢 车往前走的过程中 在火星那个大地上 留下的车车里面 能够看到我们留下的两个中字 哦 基本上就是一米留两个 那就是一串中字 我们车在火星上 已经走了1900多米了 那么留下的中字的个数呢 就是接近4000 那就是说中字 它每个距离 就是相当于我们轮子的周长 是的 如果我们从那个照片里看 对应这一米的一个距离 就说明呢 它没有打滑 哦 它是踏踏实实地沿着这个地面 绕了一圈 对 哦 我本来以为这个只是为了 有纪念意义 在火星上留下中国的中的这个感觉 哦 没有想到 有它的技术含义的 对 还有这种意义 就叫视觉增强的 哦 为什么会选择中字呢 呃 大家猜哈 应该能猜得到啊 但是我觉得呢 就是最主要的原因是 搞这个工作的这个设计师 老家是河南的 好 河南 中 想想在四亿公里之外的一个星球上 留下了一个又一个的中字 我想对于所有的中国人而言 都包含着一种深远的意义 嗯 嗯